刑事与警方破坏了一个诈骗集团 这次抓到的是缅甸籍的祖先 他在网络上找一些小弟来成立一些群组 然后在上面做一些投放广告 来吸引可能上当的被害人 他的手法到底是如何 犯选在脸书的粉丝专列 提供那个股票的资讯 然后吸收一些潜在的投资者 当这些投资者吸收以后 再把这些会员资料转卖给 境外的诈骗集团施诈 解放调查发现 以缅甸籍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 他其实疑似是境外的诈骗集团 派来台湾来成立一些像是投资群组 那他的手法就是很多民众 可能会在网络上脸书 看到的一些广告股票讯息 那相当离谱的是 他们有些成员根本自己也不懂股票 也不会买 居然就从其他的股友社复制内容 在贴上来吸引民众来观看 甚至他们还会用直播的方式来骗民众 接着他们就是骗到了这些会员的资料之后 再转卖给其他的诈骗集团 平均每一个会员 他们可以再跟其他诈团来收 大约是350个泰达币 相当于台币一万元左右的金额 甚至这些人经营了十个月左右 粗估至少收入上千万元 还有钱到信义区来租商贩当做办公室 那到底他的还有其他的合作的对象 为何以及他的上游警方都还要再调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